很多老伙计问 这次新发布的苹果Mac mini M4 能不能把系统安装在外接硬盘上 这是老张发明的玩法 老张这次为什么不做教程了 因为没有人赞助啊 赞助现在他来了 麦荷伦英特尔7440芯片的雷电硬盘盒 这个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雷电硬盘盒 给大家大致展示一下 首先内置风扇 其次内置SD卡读卡器 高速读卡器啊 然后你看它有两个Type-C接口 打开给大家看一眼吧 简单的说明书 扔一个便携式的保护套 一根雷电三数据线 人家这个长度工作占用的哦 一张麦荷伦品牌的MicroSD转SD卡 最高300大兆币SD4.0 硅胶的雷电4的数据线 USB4的线 哇塞 他人家给了两根数据线 一个是便携的 一个是普通的 这个可以放在桌子后面 把这个硬盘藏起来的 一个散热硅胶垫 两个固定螺丝 哇塞 还给了一个USB-A转Type-C的接口 因为这个是双芯片的 英特尔雷电绝放 它是支持USB3.2的 所以iPhone 任何的一台普通的电脑 都是可以用的 一把螺丝刀 给大家看看这根短的硅胶线 也是有巧思在里面的 这是硬盘盒的本体 尺寸和咱们常见的 2464的硬盘盒 差不多 稍微的厚了一点 然后这个是进风或者出风口 这是一个轴流风扇 雷电3雷电4的接口 40GB 它多出了一个Type-C的接口 所以比如说你连接一些 供电不足的设备 比如iPhone15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供一个电 然后它在iPhone上 拍摄ProRes外接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长时间工作 导致供电不足了 人家这个感觉是那种 专业摄影用的一个定位的品牌 然后我说它的巧思在哪 你看它的这个硅胶数据线 这样你往兜里一装 就可以带出门了 像我经常就是忘带这个东西 出门之后发现 对方那倒是有Type-C的线 但不是雷电的线 对吧 OK 接下来我来给它安装一块 4TB的光威 国产之光啊 也就是1300块钱吧 就让你的Mac mini M4直接升级到4TB 官方最多只知道2TB 开掌 它的平面 正好是跟这个盖是平起的 完美 非常简单 插进去 插过来 搞定 接下来就是附赠内容了 老张来教大家一下如何从零开始 把你的内置的系统转移到外接的这个4T移动硬盘里 首先咱们来格式化一下磁盘 前往实用工具 磁盘工具 然后这儿选择显示所有卷宗 然后点击咱们的外接硬盘 直接给押 抹掉 格式 APFS 默认 其他啥也不用改啊 直接抹 第二步 关机 关机都会吗 第三步 给你的宝贝Mac mini翻个度 然后按住电源键 不动 一直按住啊 直到屏幕中出现这样的画面 选项 继续 好 然后你会来到这个界面啊 如果你有时间机器的备份 备份的外置硬盘 你就可以直接把时间机器恢复到外置硬盘里 我现在教大家重新装啊 这时候你点重新安装Mac OS红杉树 然后点继续 继续 这个时候要保证你的右上角是联网的 或者是你插了你的网线的 跟正常安装都一样啊 这是你点同意 同意 选择 黄色的外置磁盘 继续 选择你自己的账号为新卷宗的所有者 之前经常有人问我说 我进去之后报各种各样的错误 就是你没有选择你自己的管理员账号 选择你自己的账号点安装 然后输入你自己的密码 两次 OK 等待它安装完毕 好 来到了咱们熟悉的画面啊 无脑 下一步 迁移助理这一步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了啊 我们选择从Mac时间机器备份或启动磁盘 传输数据 当然如果你手窃啊 不小心点了继续 没关系 你可以以后再进行数据的迁移 咱们在这直接继续 这时候选择咱们的这块内置硬盘 点继续 OK 默认全选 啥也不用管 它会自动计算出来 咱们原来的Mac mini内置硬盘里面的所有的存储容量 继续 然后为迁移的管理员创建安全的密码 这个时候咱们设置成原来的密码 打了勾之后就可以点继续 然后等它静静的传输完所有的数据 OK了 然后这就完事了 咱们立即启动就可以了 咱们传输数据之前 桌面上的所有的软件都在 因为现在外置的SSD越来越便宜了 所以老张建议大家 这个内置的硬盘你就别抹了 就留着吧 做个这个安全的备份 我们来看一下启动磁盘 默认就会自动指定到外接硬盘 如果你想下一次重启进入内置硬盘 那你就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输入密码就可以下次从内置硬盘启动了 也可以按电源开关键长按 选择进入哪个硬盘的系统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块硬盘的速度 我们现在是典型的Mac用户外接系统硬盘的一个使用状态 走着 2532兆写入 2867兆读取 咱们多跑几遍啊 它内置磁盘是会有很快的掉速的 第三遍 第四遍 稳的一批啊 咱再试验一下 在系统外置盘的时候 它的读卡器还能不能用 这要是能用就神了 哇塞 你看 有多用啊 测一下温度 我现在是在连续的跑这个外置雷电硬盘的一个测速 并且它是系统盘 大家注意看它的温度 来 震撼一下 30度 这是啥 怎么这么热 是吧 来你看 31.9度 这是这硬盘盒出风口排出来的温度 可以吹到这么远 这散热离谱了 我现在是在连续的温度 我现在是在连续的温度